歡迎收看哈新聞 我是花花 戲劇藍陵王在台灣 掀起一波熱潮 也讓劇中的男主角 馮少峰一夕爆紅 所以今天咱們就來 好好聊聊幾位演技 非常突出的男明星 志偉哥 現在馮少峰不得了 打開報紙 每天都是他 不過他也坦誠 過去曾靠街爛戲求生存 對 講到馮少峰 就是他上個禮拜來 四天三夜旋風行 我跟大家講 他來台灣我跟你講 很多熟女吃奶都瘋了 其實他的粉絲群 四歲到七十歲都有 可是我們採訪到 觀察到的是什麼 有那種四十幾歲的家庭主婦 包繼承這三天跟他 然後還有那種高階的主管 對 為了要去搶他的簽名照片 高跟鞋也脫掉了 完全沒有那種經營幹練的感覺 就是瘋掉 那講到馮少峰 很多人都以為說 他是演藍陵網才 因為他的確是因為藍陵網紅的 很多人都以為他是剛出來沒多久的小生 其實他已經出來演戲十幾年了 很久了 很久了 但是到了藍陵網才讓台灣的觀眾真正認識他 那講到馮少峰 其實他的家境非常優渥 他們家算是蠻有錢的 而且他呢 你要注意說 韓國金湯辭出事其實也OK 因為從小不愁辭穿 要什麼有什麼 然後呢 但是他對表演這件事情 表演因為他很有興趣 非常執著啊 但是你想想看 爸爸媽媽有錢嘛 誰要讓你去念表演呢 對不對 人家就堅持 我就是要去念這個科系 而且爸爸媽媽你們不用擔心 我去做我就一定會做到好 那當然 他要做爸爸媽媽攬不住他 那你要做就好好做 結果你知道 他品學學員他都靠獎學金 很厲害 對然後他第二名畢業 雖然不是第一名 第二名畢業也很了不起了 然後呢 從小就是說也學小提琴啦 什麼藝術他都要學 而且呢 在市長眼中 這個人一定以後大有成就 就覺得說他這個就是天生要 所以老師都非常看好他嘛 對 所以馮少豐他從小 因為都沒有任何的 應該講挫敗啦 在爸爸媽媽眼裡 在市長眼中 你就是很了不起 對不對 所以當他呢 踏出社會的時候 到片場去 他去演戲的時候 其實他第一部戲就當男主角 因為他外型不錯嘛 但你知道嗎 有一次他在拍戲的時候 他爸媽特別來探班 那你知道喔 爸爸媽媽來片場 想看自己兒子演戲 很期待啊 然後想說來看看兒子的表現啊 你兒子演得好 人家會說 你會看他兒子 也會有面 會覺得面子嘛 又有榮焉嘛 結果你知道嗎 爸爸媽媽不來也就罷了 來了之後呢 導演罵得很兇 弘孝鳳在演什麼東西啊 怎麼辦 這樣也要來演戲啊 他在片場被導演罵 除了對 向來是這個 人生勝利組的他 他一定沒辦法接受 打擊很大 這樣爸爸媽媽也在現場 對啊 他是不是覺得很丟臉 絕對會很丟臉啊 所以那個時候呢 他甚至覺得說 乾脆不要演戲 放棄算了 嗯 所以 你想想看 他也曾經想要一度有想要放棄 對 所以就變成說 他對自己要求很高嘛 那因為這樣子的打擊 他其實一度想放棄 可是又覺得說 我一定要 堅持下去 對 我要堅持下去 我要讓我爸媽知道說 我靠我自己的能力 我可以走出一片天 所以那個時候呢 有戲就接 所以他什麼角色都演 真的喔 他自己說 他以前演過最多就是公子啦 少爺啦 就我們台灣的講法就是肥皂劇 嗯 就是演那些沉槍爛掉的戲 演來演去都是那樣 所以你知道喔 他現在呢 藍寧王紅了 不得了 被網友起底 十幾年前呢 我剛剛講什麼戲都接嘛 我沒有想到呢 我們的馮少峰也演過這樣子的戲 什麼 他居然演那種很輕挑 很猥褻的皇帝 真的嗎 我讓大家看這張照片 你看看 這是我們心目中的藍寧王 天啊 我看到他 他在11年前演這部戲 叫做無憂公主 他在裡面演一個皇帝 蛤 你看喔 那是劇情 我們要看一下 會變成照片嗎 他是這個樣子 你看他的表情 這四張連環圖 比方說你看他這個樣子 這個表情 馮少峰怎麼會有這個表情啊 很難想再說 我臉不在一起耶 我跟你講 如果是現在的馮少峰 他有可能去演這個戲嗎 當然不可能啊 像是在那個時候演這個戲 連他覺得你太浮誇了吧 當時他在演這個戲 他就什麼角色都接啊 所以那個時候他講說 他為了要求生存 他必須 他也一定要什麼戲都接 一半活不下去嘛 對啊 那你知道他最大的轉捩點 是在200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在大陸有一間非常大的 這個電影公司 就是華夷兄弟 他旗下其實過去很多 大排 像大明星啊 黃曉明啊 對不對 黃曉旭啊 這都是華夷兄弟的藝人 但是在2009年呢 華夷兄弟有一個 裡面的經紀人 他就帶著藝人跳槽 合約到了嘛 反正就是我帶你們出走啊 不要留在華夷兄弟的 一些藝人跟著出走 那時候他們注意到 馮少峰 所以就來跟馮少峰談合作 就是說 要不要簽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力捧你這樣 那馮少峰當然覺得說 這是一個機會 因為那個時候黃曉明走了 哦 所以中國大曉旭走 那我 馮少峰就 對啊 你看華夷 馮少峰就進到華夷來 然後呢 華夷就力捧他 一年雖然拍七八部電影 可是我 我的條件是 我想要接拍一些 有深度的 不要有質感 不要有質感 真的可以表現我演技的電影 演技成的 所以你看 志偉他現在已經是成功翻身了 不過據說 當時他接拍藍陵王的時候 也是沒幹一大堆哦 也是這樣嗎 這個製作團隊去找他的時候 他說要我演可以 我要當監製 蛤 我要當監製 真的嗎 對 不是只有演戲哦 這個戲呢 這個戲我要當監製 我要去了解說他整個過程 怎麼拍的 怎麼樣怎麼做的 我都要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呢 本來劇組也在想說 你要當監製 我們本來想說 你好好當個演員就好 對 可是因為這個角色就非要 馮少峰演不可 所以就答應他這個條件 所以他就 當監製 對 但是他在當監製的過程當中 就是不是只有演戲而已 你還必須要去看 整個進度 這個腳本 這個鏡頭怎麼弄 你知道他演完之後啊 就是 怎樣 要看毛片 就跟大家一起正面看毛片 他一看毛片 就說完蛋了完蛋了 怎麼了 這是我從迎你來 演過最爛一次的 就是這個戲 你知道他這樣子講 所以旁邊的人都覺得說 蛤 很會吧 你怎麼會這樣講啊 你知道這個戲的監製 也是之一啦 陳昱山就是說 沒有啦 那是因為還沒配樂嘛 還沒有做後製 對啊都還沒有啊 效果沒有 你表現得很好啊 他說真的嗎 我覺得我演得很爛耶 他覺得他自己演得很爛 然後他就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我是一個用生命在演戲的演員 我是一個演技派的演員 所以你看他對自己要求很高 而且他也很有自信喔 他說我跟你們講 我演什麼角色 我就要讓自己融入在那個角色當中 哇 他說他有一次遇到對手了 他跟湯瑋合作一部戲 黃金時代 他心裡想說應該只有我這種人呢 會去演那樣的戲 湯瑋會嗎 為什麼他心裡這樣想 因為他說那一幕戲他跟湯瑋對戲 他們要演就是說 湯瑋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 餓肚子餓兩天了 那他當然也是嘛 那他心裡想說我會餓肚子兩天 我看你湯瑋會不會 沒想到他發現湯瑋也這樣喔 為了要演這個戲 兩個人都一樣就是兩天 天啊 餓肚子不吃飯 那他自己有講說 就是說他很佩服湯瑋 因為他以為只有他自己想得到 沒想到他也想得到 然後呢他覺得那種生理反應的 演不來的 那個表達 你要逼對一定是要這樣 那他甚至呢 因為我剛剛講他說 這是我演過最爛的 他去藍陵王他演過最爛 他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說像他要演藍陵王 他是非常害怕馬的 他不敢靠近馬 他對馬有去 對 然後呢但是為了要演這個角色 藍陵王要騎馬的嘛 很多騎馬的戲 然後去學騎馬了 他去學騎馬 但是因為求好心切 要騎就要騎個像 騎個逼針馬對不對 駕 一不小心說駕駛 駕的時候 他的腳趾頭被馬踩到 腳趾斷邊 然後那時候劇組跟他說 這怎麼演呢 你記得黃曉明那時候拍戲也摔傷腳嗎 有 唐山的樂馬對不對 那個馬 對 他呢包一包 接一接之後就說繼續演 我就是要繼續演 然後看求好心切 那因為自己除了是演員 也兼具了這個堅持的身份 那當然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就傳出很多關於他難搞的傳聞 比方說 包括他自己加戲 跟林依成呢 就是說要加三場吻戲 你這樣就覺得說你自肥吧 你都有女朋友 你要跟林依成加吻戲 加三場吻戲 那是不是很害怕 傳出說林依成也不爽 就是為什麼要加 然後呢甚至呢 就比方說 這個地方他覺得演不好 喊 自己喊 然後說陳曉冬呢也很不爽 就是關於他這種難搞的傳聞 就有傳出來 但是後來呢 他來台灣宣傳嘛 陳玉山就是這部戲的總策劃跟監製 他一起去上節目的時候有澄清 他說其實冯紹峰不是像傳言那樣 刻意的為了要吃人家豆腐去加那個戲 因為到後來 即是要加這個戲林依成有點關心 這有必要嗎 但是加了之後整個剪出來 林依成發現更好 更好 更好 對 所以我覺得 他是對自己要求犯人 他對自己非常要求嚴格 也是完美主義者 不過邁大哥 我相信好的演員都是完美主義者 對不對 很多 但是是不是很多好的演員都很難搞呢 是 我覺得其實 冯紹峰在拍藍陵王傳出難搞 其實並不會讓人很訝異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坦白講 當時 冯紹峰後來也有講 大家我們那時候也知道 他拍藍陵王同時 他接了徐克的這個 《敵人節2》 《敵人節2》 對 我跟你講其實演員的際遇很難說的 當時如果一個電影《敵人節2》 跟一個劇 這個劇還是有台灣劇組加入的《藍陵王》 你本身會看好哪一個 我相信在冯紹峰來講 他一定會看好《敵人節2》 《敵人節2》 一定的嘛 徐克導演的 你在看這裡面的卡斯 你知道趙又廷、林更新跟他 那他是要去 坦白講這裡面最資深的是誰 是 馮少峰耶 你懂嗎 就是馮少峰 他可是趙又廷第一男主角 那馮少峰當接這個戲 他當然覺得 我一定要贏過你趙又廷 我不能輸給你 對 沒錯 林更新也是新出來的 對 我更不可能輸給你 那我花這個時間 好 這個是這三個 你看《藍陵王》他這邊誰 陳曉冬 胡什麼 胡宇威 胡宇威 你看這三個男的 我這邊兩個男的 這邊兩個男的 我選哪一個是我挑戰 是要用力的 當然是電影那邊啦 你這邊陳曉冬跟胡宇威 對我來講 有什麼 我怎麼跟你的比 不會啊 陳曉冬也滿厲害的來啊 但是他不會把 他不會把他的心思 放在這個上面 時候我懂 那因此我覺得 在他這個情況下 他在電影求好親切之下 他當然不會去 視電視為不顧 畢竟電視他也接了 演員都有這個 敬業跟職業的道德 要做就做最好啦 因此他會在這個地方 他也會下很多要求 也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他會認為說 因為這個劇組 你看同時 如果你拍一個電視跟一個電影 電視的這個規模 一定不如電影嘛 當然是啦 所以他同樣的 一定會對電視有很多要求 所以我覺得他的要求 當時如果有很多事 現在聽起來是不合理的 或耍大牌的要求 但我聽起來 都是可以解釋通的 就他當時的心態 可是我剛剛講 演員際遇很難講 因為你沒有想到 最後押寶 他押敵人節二 但重的是藍陵王 怎麼會這樣啊 所以說演員 我寫一句的事情 很難說的 很難說的 他沒有想到 因為敵人節二 不會讓他造成萬人空降 但是藍陵王 讓他的台灣變成萬人空降 成功席解我們全台灣之後 那路還有一個男演員 也蠻受歡迎的 他才是黃伯 對不對 黃伯最近不得了 也是紅到不行 而且光這個電影票房 從去年到今年 就已經衝破30億 人民幣喔 是人民幣喔 而且其實老實說 他跟我們台灣 還蠻有緣的對不對 對 這個網友 幫他統計一下嘛 從去年年底 2012年底 到今年2013年的4月 他的這幾部片上映的票房 已經突破了30億的人 天啊 所以給他一個封號 叫做薩地 薩就是我們中國字30的 和諧那個薩地 你知道嗎 他已經有這樣子的封號了 那其實呢 這個黃伯大家會很喜歡他 我覺得其實他有一個很幽默 然後還有一個山東青島人這種 很豁達的這種特質 對 而且呢 他其實跟台灣的淵源 也蠻有關係的 是 從我們 從大家其實應該對他有印象 就是我們蔡月薰導演 會演是英雄 痞子英雄 就找了黃伯 對對對 之後呢 那這個黃伯在2009年呢 也得到因為鬥牛這部電影 得到我們金馬的最佳男主角 那因為他得到了這金馬男主角 當然大家就會去更注意他的片子 那他也因為這個金馬男主角呢 他也接受了很多很多台灣媒體的訪問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他這個人 非常純樸 然後非常可愛 然後幽默的一面 譬如說有訪問就問他說 欸你看你現在得了金馬男主角 你會不會覺得你活起來啦 特紅